政客开会,互相扯个头发吐个口水,咱都当个笑话看,隔空喊话见面后也是茶余饭后的笑谈,不过咱们国家不惨这个,真要论党争,还得看咱们的邻国印度呀,光是统计在策的政党,印度就有七百多个,快赶上韩国邪教了,他们这些人天天啥也不干,就在推特上,你来我往的打嘴仗,瞅半天也看不出个谁是谁非,这么多个政党,有两个是分属左右两翼的领头大哥, 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以前光看新闻,这个党那个领导人分不清谁跟谁是一派,那么话不多说,今儿咱们就来黑一黑印度的两大政党,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印度最高法院在1月2号裁定莫迪2016年,废除大面纸纸币的决定合法,国会在当天表示,莫迪的仓促举动摧毁了印度中微小型企业和其他的非正规部门,国大党领导人贾伊拉拉美森表示,即使最高法院认为, 这个举动是合法的,但无数的人失去工作,印度经济遭受打击也是事实,还要求莫迪就费超令造成的乱象道歉,费超这个事呢,我之前讲过,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掃掃看看,这个拉美什代表的国大党,是目前反对党里面比较活跃的一个党派了,也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政党, 1885年12月就创立了,最初是为了印度人民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和分享政府权利,那个时候的印度还是幸围到一二的,你这黑小子站出来想分权,那必然是不可能的,为了反抗英国殖民国大党改换目标,开始争取印度的独立,独立之后,国大党和尼赫鲁由于领导了印度的独立,自然而然的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民间威望, 尼赫鲁也被认为是印度国父甘地的继承人,注意啊,虽然这么说,但是尼赫鲁和甘地,尼赫鲁去世之后,英吉拉在1966年出任了印度总理,在尼赫鲁和英吉拉执政的前十年时间里,印度全国前十大榜都在国大党的统治之下,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也就是英吉拉执政的最后六年中,国大党的统治力量开始变弱了,地方上的人民开始把目光转向能切实关注自己需求的本地领导人,印度的地方民主力量开始壮大,并且 试图推翻国大党的统治,印度人民党趁在这一股的浪潮一飞冲天,一步步成长为印度第一大党,1980年印度人民党从人民党中分裂出来,1984年下议院中印度人民党仅有两个席位,转年便迅速扩张到了85个席位,最终在1996年成为了下议院的第一大党,印度是一个联邦共和国,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他的职责是象征性的,是个没什么实权的吉祥物,行政权力主要有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控制, 现在的印度政坛中,印度人民党领导着右翼政党,国大党则领导着左翼政党成为了反对党的第一大势力,印度七个全国性政党中,只有印度人民党是右翼政党,其余六个都是左翼政党,这一股左翼阵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影响着印度的政治方向,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不仅仅是印度,日本,法国,意大利,往往都会培育出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 这种情绪下,人民会更容易信赖左翼的政策纲领,尼赫鲁曾经试图推行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这种政治思想一直影响着国大党的执政思路,国大党支持以再分配为主的政策思想,更倾向于试图通过财政资源解决广泛的贫困问题, 而印度人民党则是一个典型的右翼政府,他们不太愿意给予穷人或者中产阶级补贴,更愿意把资源放在扩张基础建设上,虽然印度基建也没太建起来,所以印度教徒忠下种姓的,更愿意支持国大党,毕竟多少能获得一点补贴吗?高种姓或者是有钱人,他才支持印度人民党,尼赫鲁他本人呢,深受音士教育的影响,不太能看得起印度教教徒,教宗所有的规规矩矩矩都是束缚,这也就导致了许多 非印度教徒更青睐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坚持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企托把印度教捧上独一无二的神坛,这就让少数派非常反感他们,比如穆斯林,另一方面呢,国大党和甘地家族都是群带关系,2010年的英联邦运动会腐败,还有印度史上最大腐败支撑的电信腐败案,都让人觉得国大党的腐败无要可救,而没有后代财产及赏的莫迪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就显得出于年而不染,相比之下,清廉了 两党数年斗争到现在,议会上互相挖苦,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国大党看不惯莫迪的所作所为,一有点什么就拿捏住好好的一眼怪气一反,2020年脸书被卷入了两党之争,人民党议员加拿大怒努批脸书在刻意压制支持人民党的身影,还老是发布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言论,说脸书已经成为了一个左倾的国大党平台,国大党则认为脸书有意给莫迪站台支持印度人民党,夹在中间的脸书 是两头都不讨好,我只是来单纯的做个生意,争点骂你,你们这样搞,我真的好怕怕呀 去年12月份,莫迪举行了一次有关新冠的高级会议,参会的议员大多都是戴口罩的,贾伊拉姆拉美省转天就说,莫迪只有上电视的时候才戴口罩,他是装的,我戴口罩的时间比他可长多了 多有意思,跟小学生吵架一样,老师你别信他,他作业都是吵不得,是不是一模一样呢,互相打打嘴碰,这倒也没啥 但是因为党争波及到平民,这就很无语了 2021年,多种新冠病毒株在印度肃孽,再加上黑毛霉菌也开始大肆传播,印度人民身陷在多种传染病之中 国大党领袖拉乎尔甘迪指责莫迪政府没有认证对待第二波新冠疫情 人民党发言人转头喷起了拉乎尔甘迪,说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是从国大党执政的榜开始传播的 你来我往春枪折战,大家互相攻击大辣水漂 各种党派开始在各地举行大规模的聚会,什么板球联赛,宗教节日聚会 一人横河露天大喜遇,新冠病毒表示,小老弟你这活干得我很满意呀 这么多人就一块都省得不跑来,于是创造出了单日新增40万代壮举 排在2021年,印度西蒙加拉玛选举结束之后 当地民众在正党的煽动之下,对选举结果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 双方支持者不断摩擦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严重的骚乱事件 有4000多所防武被洗液,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国大党指责此次选举失利的印度人民党是骚乱的策划者 他们不甘心就这么落败了,就怂恿支持者进行抗议 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而人民党那边狂喷国大党乱扣死盆的 明明是他们斩装人民党煽动民众情绪 好家伙,真潜伏,还得看你们呀,谍中谍中谍,双方是整治不休 这种党争的激烈程度都赶上巴王治乱了 也就仗着一个外污抢底,不然印度分分钟就土蒙瓦解了 一会让大打出手的,那都是小事的,政客户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像印度这种把党争当成家常便饭的,确实也是实说罕见 争来争去,这些政客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所有的后果都会成为压难民众建成的重担 印度要是搞不出一个强力高效的中央政府 什么人民党,国大党,都是披着不同名字的相同利益群体 争权多利,互相抹黑 底层的民众只能跟着舆论走 反正没有一个政党是真正想着解决民生问题的 为民众根本全力考量的 子子孙孙,无穷敬业 行了,快乐时光的论论,希望大家喜欢的话能给个点赞收藏 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